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亮仔 最近国评正在澳门征战冠军赛 那么这一次我们国评多个主力发挥出色 继续向冠军发起冲击 在这期间发生了三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消息 具体来聊一下 第一个消息分享一下孙以沙的影视遭到导播侵犯的情况了 在最近孙以沙面对韩颖这场比赛中 有球迷发现当时直播过程当中 有一个导播做出了非常过分的做法 他不仅把镜头直接对准了孙以沙的个人的试人背包 而且还出手去翻动了里面的东西 原因呢居然是有球迷在私底下买通了这个导播 所以呢怂恿他去翻动孙以沙的个人物品 才最终呢发生了这个问题 所以可以确定的是啊 孙以沙目前很多的个人影视遭到了这个导播的侵犯 很多球迷也呼吁平台包括 中国拼鞋应该赶紧处理好这一点 否则接下来这些人员很有可能会更加的一个猖狂 甚至不排除像当初樊正东那些球迷一样的闯进他的房间 到那个时候损失可就大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希望呢能够惩罚这个工作人员 另外一方面的话 我们其他球员呢也一定要注意好保护好自己的东西 避免呢受到这一些不法人士的攻击 第二个消息分享一下刘诗文的记录被迫的情况 随着孙以沙打败寒影之后呢 他在女单方面已经取得了个人的成绩23年胜 也超越了刘诗文此前的22年胜 来到了历史的排行榜第三名 他在前面呢都是这个张艺林以及陈梦 所以对于孙以沙来说呢无疑实现了个人成绩的巨大突破 作为一个零年后的球员在这个年纪就实现了这么好的成绩 将来其实再超过前面两个老将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所以在这里呢要给他去点一个赞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 刘诗文能够保持这个成绩这么多年呢 也证明他是非常优秀 也是我们值得尊敬的意见 接下来希望孙以沙能够扛过这个大旗在后续的比赛拿到更好的成绩 看一下能否打破张艺林的39连胜的这么一个超夸张的季度 如果能够打破这个季度啊 孙以沙将会从一个小魔王直接晋升到大魔王 希望他努力加油 最后一个消息分享一下 刘古良在最近看到梁静坤输掉比赛之后呢 黑脸的情况了 最近梁静坤是爆冷输给了欧洲的一个国外的主力球员 包括秦世杰以及刘古良呢都在现场关载 看到梁静坤在一开始取得两盘领先 最终却章于大逆转的时候啊 刘古良的脸上都黑了 看起来呢非常的难受 可能呢他也没有想到在自己亲自过来关战的时候呢 梁静坤居然还能够张到对方的大逆转 这个表现确实不够出色 所以其实这一次的一个表现的话 让刘古良呢是比较失望 而对于梁静坤来说 也错过了一次去证明自己的机会 还记得在上一战的新乡比赛中呢 梁静坤挺进的决赛打出了很好的表现 如果这一战他能够继续打出好的表现 说不定接下来能够为后续的奥运会争夺入场券 结果很可惜还是功亏一篑 接下来的话希望其他年轻球员呢 一定要把握好机会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